今天我要看到一个大新闻 太值得高兴了 我准备造稿念啊 就是仰望优宝 132天内已经交付了5000台了 看到没 站住脚了 中国这个新能源豪华品牌 百万级别以上冲击这个的 成功了 来说一下啊 其实这个是最不用造稿念的 但是我就必须念一下了 中国高端品牌仰望 获得市场和消费者认可 应该是 高度认可 应该是中国 新能源车高端品牌 仅用时132天 仰望优宝 第5000辆正式交付 创造百万级豪华SUV交付 仰望速度 这确实是仰望 哇好牛啊 100多万还是有钱 那肯定有钱呢 那170多10万 那个雷车加价 不给开发票等等买的 何况产品力这么强大 仰望优宝宝 看吧 自2023年12月份 完整交付月以来 啥叫完整交付月 说的那么 避着别人 仰望优宝 连续 3个月交付月均 斩获百万级新能源SUV销量 贵贯 同时在北上广深 他再说了 北京 深圳 成都 杭州 西安 武汉 郑州 福州 厦门 厦门 合肥 行 不用念了 就叫省会城市 和超一线城市 和准一线城市 稳居百万SUV销量 前三名 前三价 凭借一四方技术 云脸皮等 那个 极致技术 你在这里我得说两句 这是城市版 越野版 还没交付呢 交付是5000辆 后面叮当更多 一大堆一点 什么叫豪华 只有国产新能源车 才能有资格称为豪华 哪怕国产新能源车 包括燃油车 十多万辆 外形类似科技配置 特别是二十万以上的 那绝对才有资格称为豪华 你什么又BBA 又保时捷 这个那全算上 你们的就不叫豪华 落后时代拉跨产品 拉机 听明白吗 不是说我说的不好 它就是不好 那我问你 在车内不用连手机 所有软件随便下载 随便用流量免费 逼手机先进 你车能做到吗 你一百多买车 几十万买车 没手机先进 你豪华个灯 你豪华呀 对了 用手机能控制车 所有功能有吗 要动力没动 这动力有了 但不成有 买车还贵 是不是 自动辅助驾驶 你有吗 代客驳车 你有吗 我去逛逛事 有车 不管了 自己找停车费 你有吗 我出来的时候 我一键召唤 卡 车过来接我来了 你有吗 你没有 你平常叫豪华 仰望有吧 在豪华里边 自动驾驶安全性 就是所有的这些 自动辅助驾驶 无敌 排天山明 你服不服 我怎么又脱糕了 你 照样念 反而被价格持续坚挺的 仰望有吧 快速抢夺 对了 就是比你们强吗 产品比你们强吗 才抢夺的 对不对 仰望有吧 对百万级 SUV市场销量的冲击 也正覆盖 全国范围 越来越广泛的地域和城市 作为代表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新高度的国产高端品牌 仰望充分展现了其品牌价值 市场认可度 看看啊 我搜集资料啊 从相关数据可以看到 首批仰望U8车主 是一群既有浪漫的情怀 是实干精神的独信者 更是践行者 这个我知道 你一百多万 你开仰望U8 你夸夸 你上那月底去 你给那大泥地的车照老买的 要我都心疼 万一那帮小卡的命 哎呀 国产车都行吗 成天不黑 这又不行 那不是硬派 完了你就证明给他看 但是物质干啥呀 他有资格吗 对了 完了下水里蹲下去 那叫应急浮水 你非得跑水里去干什么 这是时间的 就是 生死堪但不服就干 这帮人 我告诉你 有仰望U8车掉 家里不一定几台车掉 本次包保时捷比利时 老子爱吃 啥呢 可以说U8车主 是大哥中的真大哥 对了 看到没 看到没 人家杀这个都有 连续上个月 展获百万级新能源 SUV月销 桂冠后 U8交付 百余天 销量 即打5000台 得厉害啊 再度展现了 令人 瞩目的仰望速度 也充分 证明了 市场和消费者 对中国高端品牌 仰望的认可 那肯定的 那有钱 肯定没仰望 所以说到目前为止 比亚迪仰望品牌 冲击中国 就是汽车 新能源车的高端 一百万以上的 成功了 站住脚了 然后那个 期待下锅二 这个仰望U8的 这个越野版 还有仰望U9 那肯定就是无敌了 就开始大杀四方了 听明白吗 那个合资跟那个 进口车 这个垄断高端市场的 那个好日子 到头了 你们别连忽悠带骗了 整个破烂网 现在呢 那个客户都专家化了 都过我骗了 以后就是新能源车的天下 无论从几万块钱的 老百姓家用车 到百万级别的豪华车 全都是中国新能源车了 彻底将传统燃油车 全面消灭 不只是中国市场 未来还要占领全世界 拭目以待